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思想 一位智慧的母亲 会带给身边人什么样的大祝福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真言 最后一章,第31章 这一章的主题是君王与贤妻 首先,一到九节提到了君王之道 提醒三件事 首先是圣洁 第三节,不要给你的精力给妇女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强调我们要走圣洁的路 尤其在情感上面 第二件事情是不要喝酒 第四节,君王喝酒不相宜 第五节,恐怕喝了就忘记律力颠倒是非 我们要保持清醒 不要醉酒,不要上瘾沉迷 第三件事是要公义 第八节,你当为哑巴开口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 为困苦和穷乏的变区 提醒做领袖的,做君王的 要圣洁清醒公义 接下来,十到三十一节提到了贤妻所带来的祝福 我们看到有两个大祝福 一个是爱人 包括给丈夫的祝福 第十一节,她丈夫心里依靠她 必不缺乏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她使丈夫得着尊贵荣耀 一个贤妻能够祝福丈夫 也能够祝福儿女 二十八节,她的儿女起来 称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她积极地为自己的孩子预备一切 她是一个爱人的人 祝福全家的人 她也祝福贫穷的人 二十节 她张手周济困苦人 伸手帮补穷罚人 她积极地爱人 这是贤妻的祝福 第二大祝福 她非常殷勤地管理 管理什么呢? 她殷勤地管理好物资 首先我们看到 十三十四节 她寻找羊穷和麻 甘心用手做工 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积极地管理好身边的物资 她经济管理好时间 十五节未到黎明 她就起来 十八节 她的灯中夜不灭 是的 她积极管理好她的时间 积极地殷勤地做事 十五节 她管理好仆人 她把工分给婢女 积极管理好金钱 十六节 她想得田地就买来 并且栽种葡萄园 积极殷勤地做投资 她也积极管理好自己的言语 第二十六节 她开口就发智慧 她舍上有仁慈的法则 她也为未来做好了准备 她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发酵 而是一节 她不应下雪为家里人担心 因为全家都穿着珠红衣服 我们看到一个贤德的妻子 母亲 真实的爱人 殷勤地管理 成为极大的祝福 真言最后回到了家庭 舅舅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能够祝福家人的家人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指教我们 主要让我们学习爱人 学习殷勤 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者 祝福身边的人 听我们的祷告感恩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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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